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刺激與反應 刺激與反應的學習重點有 1. 環境的改變是一種刺激 2. 接受刺激的部位是受氣 3. 受氣的種類 4. 雙眼視覺跟單眼視覺的差異 5. 接受重複的刺激會產生感覺疲勞的現象 6. 正片後像是因為視覺佔流而產生連續的影像 例如下雨、煙火、動畫 7. 負片後像會看到顏色改變但形狀不變的現象 4. 刺激與反應 當生物體感受到環境的刺激的時候 會產生適當的反應 比如說上課終身想起 學生們趕快的回到教室做好 這個時候學生就是感受到終身的刺激 再趕快回位子做好產生適當的反應 所以什麼叫做刺激呢? 刺激指的是對生物體來說是外在環境或是生物體內發生的變化 那什麼東西可以接受刺激? 受氣可以接受環境的刺激 學生聽到終身就趕快回位子做好 請問受氣在哪裡呢? 答對了 受氣就是耳朵 那在你的生活經驗當中 你覺得除了耳朵之外 還有哪裡會有受氣呢? 受氣位在感覺器官當中 它是我們動物接受刺激的主要構造 沒燒與神經系統相連結 可將接受的刺激 經由神經系統的整合 協調身體各部位的活動 感應環境變化的構造 受氣 動物的感覺器官有 眼、耳、鼻、蛇、皮膚 眼睛受氣可以感應到光線的刺激 耳朵受氣可以感應到聲音的刺激 鼻子受氣可以感應到氣味的刺激 舌頭受氣可以感應到味道的刺激 皮膚受氣則有 溫度、痛覺、接觸、以及壓力的刺激 首先我们看到是视觉受气 当我们的眼睛接受到光线的刺激的时候 会由眼睛的视觉受气来接收这个刺激 再经由视成经把这个讯息传递到脑部产生视觉 听觉受气 听觉受气接受到声音的刺激 再经由听神经把讯息传递到脑部 受觉受气 化学分子由鼻腔中的受觉受气来接收 鼻腔这里可以接受气味的刺激 再传递到受神经 把受气接受的讯息经由受神经传递到脑部 接着是味觉受气 舌头 化学分子经由舌头中的味觉受气接收 再由受气接收的讯息经由神经传递到脑部 最后是皮肤 人类人类皮肤中的感觉受气 人类皮肤中的感觉受气 有冷受气 热受气 触觉受气 痛觉受气 以及压觉受气 在经由神经纤维把讯息传到脑部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视觉受气 视觉受气分成两种 一个是双眼视觉 另外一个是单眼视觉 双眼视觉 他的两眼是位在面部的前方 有助于判断物体的形状与距离 形成立体的视觉 单眼视觉 眼睛则位在头部的两侧 能够观察到比较广的视觉范围 所以它是平面的视觉 这边来介绍一下立体视觉 就像人类 人类的两眼会在面部的同一侧 所以会有立体的视觉 而这只鱼呢 他的眼睛 各位在另外一侧 所以他有的是平面的视觉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现象呢 我们来用以下图片解释 首先 这是眼睛位在同一侧的视觉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他重叠的视野范围比较大 所以他才会有立体的感觉 可以判断距离 但是如果两眼位在两侧的生物呢 他的视野范围变得比较大 但是双眼重叠的范围比较小 所以他有的是比较广泛的 但是是平面的视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人、肉食性的blue类动物 比如说豹、老虎、狮子等 他是具有双眼的立体视觉 那草食性动物 比如说牛、羊、鱼 眼睛多位在头部的两侧 他可以看到比较广泛的视野 鸟类呢 具有更敏锐的视觉 比如说老鹰、秃鹰等等 他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外就看到猎物 他的锐利程度相当于人眼的八倍之多 还有昆虫的复眼 也是一种视觉兽器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豹、老虎跟狮子 他们都是肉食性的掠食性动物 都是双眼立体视觉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鹿跟马 他们的眼睛都位在两侧 还有羊 还有可爱的草泥马 他们都是单眼的平面的视觉 接着是昆虫的腹眼 它也是一种视觉兽器 昆虫的腹眼放大来看 它是由很多很多的小单眼所合成的 那这个是蜻蜓的眼睛 非常的漂亮 再来还有听觉兽器 像蝙蝠、鲸鱼还有海豚 它会发出超音波 来进行回声定位 判断猎物的距离以及方位 鲸鱼、海豚 都会利用回声的定位方式来定位 接着昆虫的触角 也是一种兽器 它可以感应到触觉、嗅觉以及味觉 那还有我们蛇的蛇性 也是它的嗅觉兽器 那兽器我们讲 再来我们看到什么是动气呢 当动物体接受到刺激 经由兽器接受刺激之后 接着会由动气来产生适当的反应 所以动物体表现出反应的构造就称为动气 动气包括肌肉和线体 反应的方式就是靠肌肉收缩运动 以及线体分泌化学物质 再来就借由神经末梢跟动气相连 可以把我们的神经讯息传给动气 再由动气表现出适当的反应 来适应环境的变化 接着我们要进行实验 人体的感觉作用 生病的时候 人们常常会用手来摸额头 感觉是否有发烧 这是什么原理呢 卡通影片原本是一张一张的图片 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卡通人物在动呢 对温度的感觉 首先这个是相对温度的实验 我们请同学把右手放在冰水中 把左手放到热水中 那中间的椅盆是温水 那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热水温度 不可以超过45度C 来避免烫伤 那请同学把左右手各放进去 热水跟冰水中的时候 左右手会有什么感觉呢 再来15秒之后 在同时把两只手放在中间的温水中 又各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感觉 接着第二个实验是后向的实验 正片后向 正片后向是在视觉站流上 造成形状相同 但是颜色不变的影像 我们称它为正片后向 例如动画的播放 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动画 慢慢的我们可以感觉到 这匹马 开始奔跑了起来 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所以很多图片 快速的移动之下 就呈现了动画的现象 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匹马 在奔跑的感觉 接着我们来进行 复片后向 复片后向是视觉站流 加上视觉疲劳的结果 我们现在眼睛先凝视着 影像中的小黑点 15秒 请仔细的凝视 看影像中的小黑点 眼睛不要眨 好 接着我们现在换到 白色的纸上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原本红色的太阳 变成了青色 接着黄色的背景 变成了紫色 你有看到这样子的现象吗 这个就是复片后向 视觉疲劳加上视觉站流的现象 会造成形状不变 但是颜色变为它的互补色 这也是另外一种复片后向 好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正片后向 以及复片后向 正片后向的成因 是因为视觉站流的结果 最后的颜色跟原来是相同的 复片后向则是视觉站流 加上视觉疲劳 最后的颜色是呈现互补色 所以跟原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那在你的生活中 还有哪些有感觉疲劳的生理现象呢 比如说 我们刚进冷气房的时候 会觉得冷 但是一阵子之后就习惯了 这是一种温厥疲劳的现象 再来 当我们 刚进去充满花香的房间的时候 感觉很香 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 就没有特殊的香味了 这是嗅觉疲劳的现象 那鞋子底部当中 有一颗小小的石头 一开始走路起来 会感觉刺刺的 可是走了一阵子之后 就可以适应了 这是痛觉疲劳的现象 最后吃完糖果后 再吃水果 为什么不会觉得甜呢 这是味觉疲劳的现象 今天我们的课程讲的是 生物体的协调作用里面的刺激与反应 主要是介绍受气与动气 以及感觉疲劳的实验 就可以看到的 让我们说一样 然后再吃一口